上一期咱们讲了县太爷安县令 因为看到了这个大司马王奋的印章 就主动的出面为王莽做主 而且就地正法了七亚乡里的地痞流氓 那么这个县太爷安县令 接下来该如何安排这位皇家贵子呢 大家好我是德战 咱们呀书不接上回接着来说 说呀安县令看到这个王莽的脸上是游戏转忧 这心里边就想呀 哎呦我自己哪里又做得不到位了 惹了王莽不高兴了 还是说这位小公子本来就有不开心的地方呢 这安县令呢就连忙旁敲侧击的询问呀 哎呦王小公子呀 咱是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合理数了 小公子呀你见多识广 如果又不到位的你尽管呀指出来 这王莽一听哎呦连连道歉 有点不好意思安老爷呀 您对学生已经是百般的体贴了 这方方面面都照顾的是不能再照顾了 学生之所以刚才忧愁呀 那是因为呀哎呦学生人为言轻呀 就怕是不能完成大人您的一个使命 就怕不能很好地在大伯王丰的面前为大人庆功呀 所以感到非常的抱歉 这才忧愁呢这安县令一听 哎呦当时这个心情就不对了 但是还没等安县令开口呢 往往又补充解释说 大人呀学生这么一去长安 是一定会在大伯面前给大人您说好话的 他是我的大伯王丰大司马 他铁面无私从来都不雄师王法 就是这么个人 所以恐怕呀即便小的 哎和这个我那大伯说了您对学生是有恩的 恐怕大伯王丰呀也不好因为这点事情给大人您升官呀 这才是学生的忧愁啊 当然这王莽怎么可能真的了解王丰的脾气呢 他上一次见他的大伯也是在这个爷爷王敬的葬礼之上 这才见过一面 当时他的父亲王曼还活着 如今呀时过境迁 这大伯是否还念着当时那份旧情 这王莽是一点也不知情呀 就知道现在自己的手里还有着大伯王丰的一封假书 所以呀一切都不好说呀 而这个安县令呢 他一听王莽这么说 他本来以为这王莽一开始呀 是要过河拆桥羡慕杀驴的 但是刚才王莽又说了 他打了保票了呀 哎说呀给他要好好的说话呢 但是重点就是呀 这个安县令他听出了一些味道呀 什么味道呢 就是王莽呀愿意为他美言几句 但是就怕人家王奉不念你的情呀 给你升官发财 恐怕是办不到呀 这小王莽呀肯定他有其他的意思呀 所以呢安县令就 哎更加谦卑的问了 那小公子您的这个意思是 这王莽就说了 学生呀作为晚辈呀 其实也不想安大人宁凭借这份私情 就让人家背后戳脊梁骨 何况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在安县令一听到是点点头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呀 俗话说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嘛 要升官那得拿出政绩才行 但是上哪儿造这个政绩呢 哎呦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要是能干出点政绩来 也不用靠着八家人 哎响着升官发财呀 于是呢这安县令就问了 王小公子呀你的意思呀 我是都明白 但是说到头这政绩才是最大的 但是这这这这这 哎呦这个安县令双手一摊 一时也是无言以对了呀 好在小王莽早就给他做好了这个准备 刚才呀王莽的这一番托词 都是为了此刻才准备的 所以说一个人聪明于府 不是你多读了几本书 甚是了几个字 而是能否把自己最大的优势 给他利用起来 显然这王莽就具备这样的天赋 那么王莽接下来到底打着什么样的一个小算盘呢 只见呀王莽先是拱了拱手 所以这个安县令就说 安大人呀 是在人为 哎呦没有证据得看安大人宁愿不愿意去做了 这个安大令一听 哦 哎呦连忙问 难不成王小公子有现成的政绩不成 哈 那么王莽有政绩吗 当然有了 政绩在哪了 就在野人沟 野人沟里边呀 大家别忘了 这个时候还藏着几十号的朝廷都找不到的这个贼匪呢 如果不是他和言由侥幸的逃生 至今呀 恐怕都不会有人知道那伙贼匪还藏在野人沟呢 这安县令要是能抓得着这伙贼匪 哈 自己都不用向王凤去美言了 光是靠这一份剿匪的功劳 就够这个安县令连升三级的了 于是王莽就对这个安县令行了一理郑重的问道 学生这里的确有现成的政绩 就看安大人 您有没有这个本事去取了 这王莽是在故意这么说话的时候用了一点激将法 这俗话说着安县令再尊敬王莽 那也是看待小王莽有一点背景的 而此刻被小王莽用语言这么一击 那是拍案而起呀 脸色帐篷 王小公子 你莫不是瞧不起人呀 这世上还有本官不敢做的事情吗 那就是火中取利 本官也能给你表演一个 而王莽呢 要的就是安县令这句火中取利这句话 这剿匪的事儿可不比这个火中取利要难得多了吗 一个弄不好呀 他就是会丢了性命 那也是白搭 何况呢 如果不能把野人勾的这个土匪们是一网打尽 让其逃脱流窜到了别的地方的话 那反而会害了更多的无辜百姓 要么就是雷霆一击将其全数的消灭 要么就是按兵不动 不要打草惊蛇 以免人家跑得没眼了呀 让你再也走不着 所以王莽一听这个安县令这一番决心 笑着向这个安县令就赔你了 哎呦 学生冒昧了呀 学生给安大人赔不是了 学生并不是质疑安大人您的胆气 实在是这件事情呀事关重大 如若没有十足的把握 是宁愿不去 但是一旦这件事情他做成了 那就是破天的攻击呀 这安县令呢 听了王莽这一番的真挚的惬意之后 嗡了一声 算是回应了 待听到王莽强调是破天的功劳的时候 哎呦 这呼吸都变得急出了许多呀 两眼是放出炙热的光芒 此刻呀 在安县令的眼睛里 这王莽哪里还是王莽呀 那是自己前途上的 更进一步的这个小贵人呀 这一下安县令是什么都不管了 直接呀 要求王莽 不要再卖关子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有这个政绩呀 这王莽呀 这才将这个筹码都给他抖落了出来 安大人 您知道这个朝廷近期呀 派兵绞杀一群盗匪 但是却接二连三的受挫 哪怕是郡收大人 他精致都上阵了 也是最后无功而返了 这件事情您一定知道吧 这安县令呢 连连点头 哎呦 的确有此事呀 而且那件事情 就是他的顶头上是 此地的郡收大人督办的 因为这个贵匪 是接二连三的失败 他在顶头上是郡收大人 还被朝廷给吞批了一动呀 结果呢 郡收大人转过头来 又把他们这些地下的官员 给他骂了一顿 这安县令嘴上不说 这肚子里边 可是早憋了一通气了 他就连忙的问道 难道说 这王小公子 爱说说的这个破天的功气 指的就是这伙盗贼不成 难不成你王小公子 还有这伙贼匪的消息吗 这个时候呀 往往缓缓的点了点头 学生的确知道这伙贼人呀 而且不止于此 学生此次落难落到李家村 也就是朝廷一直抓不到的 这一伙贼人给我办的 于是呀 这王猛就把自己在野人坡的 这个遭遇 原原本本的 又和安县令说了一遍 这安县令呀 这一下可是太意外了 可不意外吗 您想呀 这朝廷都派重兵剿匪了 结果呢 这伙贼人就像是泥丘一样滑溜溜的 根本就待不住 没想到这王猛和盐游 这两位少年竟然能从这个贼伙的手上给逃出来 而且还落到了自己的这个手上 我这该说是这两个人命大呢 还是说这老天爷还是照顾这安县令呢 这安县令呀 思考了片刻以后啊 就和王猛说 那这确实是危险呀 你们这个遭遇确实是惊险 但是如果连郡守大人都办不好的这个事儿 这被本官给办到了 那朝廷不得重重的赏赐本官吗 这安县令这么一想一拍手 哎 正要叫好呢 但是转眼一想 哎呦 那他呢 顶头上司肯定会和自己抢功呀 这军手的官旗可比我这个县令大太多了 一个是县长 一个是市长呀 所以这安县令呢 哎 想着想着 哎 不停的来回的夺步 急得也是满头大汉 正如王猛说的那样 这是一份相当大的功劳 只能是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那自己以后的仕途 那就是康庄达到了呀 而王猛看到安县令也是着急的 步行来回的夺步 啊 也是将这个心里边的疑惑问了出来 然而安县令也不能把这个王猛当成是小孩子对待了 也把自己心里边想着顾虑 一五一十的给说了出来 王猛这么一听 哦 这件事呀 这双手就拱起手来 深深的做了一击 安县令呢 立马又把王猛给扶起来 王小公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王猛解释就说呀 恩大人 如果是能够带兵 剿灭那野人沟的土匪 您对朝廷有功 那我也能够向那些被盗贼所害的老百姓有所交代 这更重要的是 您为千人万人免除了这群盗贼被他们杀害的这个劫难呀 所以学生愿意为您在大伯面前请功 您看呀 只要想说服一个人下定决心那是千难万难呀 重视着王猛将事情的厉害全部摆在了眼前 连激将法都用了 去接这个安县令 终究还不如最后一句话好用 如果安县令能够带兵剿匪 他就在王丰的面前给这个安县令请功 这也符合王猛去做事情的理念 因为呀 这不是私上 这是公事呀 而且立国立民的大好事呀 所以安县令这么一听一拍桌子 好 哎那本官呀就亲自这么走一趟 王猛一看 哎呦这事儿成了 那如果安大人决心讨贼 学生还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大人能否满足学生 此刻的安县令呀 侯气倩勇的说 小公子尽管说 只要是本官能办到的都满足你 你给了本官这么大一个功绩 本官还有什么舍不得给你的呢 这王猛接着就哎 堪腔的说 安大人啊 也我也一起带上吧 这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可能两个人都太激动了 都忘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这房间里边还有言犹呢呀 啊 在王猛这个劝说安县令讨贼的时候 这两个人说的太激动了 两个人此刻呀 都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这房间里边还有一个人呢 谁呀 烟游呀 而在王猛劝说安县令讨贼的时候 这烟游一直是默不作声 躺在这个病床之上听着 一直听到这个王猛请求安县令 带着哎这个王猛一起讨贼 这烟游再也坐不住了 这才咳嗽了几声 立马从这个床上起来 跪在安县令的面前 请求说呀 安县令安大人呀 如果王小公之业一并去剿匪的话 那么请安大人连我烟游一并带上呀 这王猛呢 一看烟游这么跪了下来 连忙的上去阻拦这个烟游呀 兄弟呀 你这伤害没有痊愈呢 你怎么能跟我们一起去讨贼呢 而严游一看这个王猛呢 态度非常的坚决 哎呦兄弟你有所不知呀 在我逃亡这些年里 是商队的东家和领队那是收留了我 对我严游来说那是有大恩的 我严游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现在东家领队都遇害了 所以我要亲自首任的那伙贼人 为我的恩人报仇呀 何况此行前去 我还要为我那可怜的东家收拾呢 以此尽我最后的一点恩情呀 这王猛一听呀 也默不作声了 这严游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这他也知道 况且自古以来 燕造之地就多这种慷慨悲歌之事 他又有什么样的理由 阻止一位义士为恩主报仇呢 而且这严游的态度之坚决 这安宪令他只能是答应了下来 不然的话 这严游今天肯定是跪在地上不肯启压 那么事情竞争到这个地步 这安宪令能否如王猛所愿 成功的考伐也能够的盗贼 获取这破天的功劳呢 这严游他又能否成功的 为他的东家恩主报仇呢 而王猛他又能否履行 当日发下的誓言呢 下一期呢 我们接着来讲 穿越这王猛系列评书之 严游献祭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收藏 得着每天更新 大家不要错过